《落水狗》是昆廷的导演处女作 1992年这部电影在圣丹丝电影节引起了很多争议 在圣丹丝放映的影片中很少有人死去 而在《落水狗》中不仅有人死去 而且死得很缓慢、很痛苦、很血腥 并且还有一时活动 这些争议恰恰指出了昆廷独具特色的暴力风格 虽然这部电影拍摄时经费不足 从而导致场景的局限性 但昆廷风格雏形仍旧在这部影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落水狗》讲述了以六种颜色命名的六个混混兽黑帮老大乔之脱抢夺钻石却通通落水的故事 除了昆廷自己饰演的宗先生、早早领便当的蓝先生 其他几位的性格都十分鲜明 粉先生由太同性恋和professional把先生侠异精神到意有道 今先生疯狂而忠心成先生双面人 影片从把人喋喋不休地讨论麦当纳开始 这是一段冗长又吵闹的对白不断移动的镜头 让人分不清谁是说话者不断出现的粉 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 在能够分清谁是谁之前 观众早已被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弄得晕头转向 这些话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话语中的暴力元素 还在于这些话语影片的内容没有丝毫的关联性 在《爹俗小说》中杀手去公寓为老大抢回首提箱的紧张时刻 还和即将被杀的人聊了聊快餐食品 这些废话和影片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影片的紧张程度 缓和了影片的节奏具有一定的趣味性 而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第二遍对白 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对话里却暗藏玄机 白先生可以随意抢过老大乔的本子 恰恰说明了他们二人关系的亲密 金先生出面阻挠也说明了他对乔的忠心 粉先生坚持不付小费表明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为后面的professional做铺垫 甚至白先生和程先生的身体语言也揭示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八人聊完废话以后 微风凛凛的坐在街上看起来格外的意气风发 然而下一个镜头却是呈浑身是血的在车里嚎叫 情节的突转让观众一头雾水 一个悬念被抛出 粉先生再次登场 说他们之间有个卧底 又一个悬念被抛了出来 当今先生正在警察面前大展神威时 突如其来的一阵枪击让他立刻死去 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婚过去的程先生不知何时醒了过来 或者根本就是装婚 影片最后的结尾处 乔终于发现了程先生的真实身份 此时他似乎可以枪毙程先生找回他个人的主导权 没想到却被白先生阻止 三人一起滑稽地倒下 最后只有白先生来到程先生身边保护着他 这个时候程先生只要耐心等待警察的解脚就行了 可是他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I am a cop 于是所有人都无疑一幸免 都成了落水狗 昆廷的另一部电影《爹俗小说》里也是一样 每个角色在各自的故事板块里 他们都风光无限 可是在以别人为主角的故事里 他们的死亡却猝不及防 在昆廷的电影里 没有真正的英雄 每个人都可能在下一秒变成落水狗 这种处理方式带着昆廷特有的荒诞与调侃 虽说落水狗是昆廷的处女作 不及爹俗小说那样为人所熟知 但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也能看出昆廷与众不同的叙事手法 落水狗的叙述顺序 先是八人在餐厅吃过早饭 然后一下子跳转到抢劫以后的是成富商和白开车逃向仓库 在仓库的场景之中又穿插了粉先生逃亡的事件 以及白先生、金先生和成先生的来龙去脉 而在成先生这一章节之中 曾在讲述故事的时候 真的走到了他所编造的故事的场景之中 并且在那个场景里站着讲述故事 事件的叙述顺序被随意打乱 事件的叙述是脚不断切换 原本确定的故事因此变得更具悬念 需要观众自己来玩拼图游戏 在爹俗小说之中 昆廷的拼图游戏又加深了一层难度 他也因这部作品而获得广泛关注 列奇游戏昆廷在电影里所展现的暴力 不像吴宇森那样诗意为美 也不像被野武那样干净利落 昆廷的暴力带有黑色幽默 在落水狗里 各耳朵还要配着轻松的音乐 走三步退三步犹如演出现场 在沙斯比尔里被脚碾碎的眼珠 被削去一半的脑袋 一个美丽的女人突然就被削去手臂 种种这些近乎变态的暴力展现手法 其实一点都不美 它更多的是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 这个冲击既让人排斥 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再配上连绵不绝的阿法斯特瑞斯克 这就是昆廷独具特色的怪诞暴力风格 我想这种暴力风格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 可能在于它满足了大众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 这里的暴力更具娱乐性 像是一场杀戮游戏 游戏目标是越恶性越能刺激观众越好 在《杀斯比尔》里 女主角的整个历程就是一部动作游戏 每关都有一个boss 只有杀掉终极boss才能通关 电影里面还有一段是用漫画的形式来展现的 这些都说明了昆廷电影的娱乐性 昆廷的电影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 与当今时代紧密相连 她的早期影片无论是在对白 还是在浮华道上都和流行文化关系紧密 在这之后 她慢慢展露也新探索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她对暴力的戏谑处理 她和流行文化的紧密联系都注定了 她是这个时代一位非常杰出的导演 没有发现